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点点头 阿姨 您好 她开始查户口式地盘问起来 你家里是做什么的 想起爸妈的叮嘱 我言简意该地答道 开超市的 她面露不屑 小卖部就小卖部 非得套个超市的名头给自己加贴金 我笑了笑 没有和她争辩 如果我家的只能算作小卖部 全国上下能称作超市的一个巴掌都能数过来 但是转念一想 能有百来家小卖部也挺壮观的 付费之际 陈远他妈开始搞事情 指了指一旁的小木屋 菜都放在厨房里 你去做饭 我皱起眉头 哪有客人还没进屋就开始干活的 还没开口 就见陈远不停地对我眨眼睛 她在暗示我给个面子 考虑到这两年 她对我还算不错 我忍了 走进厨房 我对着又脏又破的厨房犯了愁 这时 陈远他妈跟了进来 在一旁指手画脚 像个监工一样指挥我干活 本来坐了一天 车头就晕 她还在这嚷嚷 愣着干嘛 赶紧的呀 我深吸了口气 开始处理食材 手忙脚乱地坐到一半 一个人突然跑进来问 饭怎么还没好 老子要饿死了 陈远他妈急忙过去安抚 就快好了 你先吃点水果垫垫肚子 我顺势打量来人 紧身裤 痘痘鞋 整个人都在散发着精神小火的气息 等他走了 陈远他妈立马回头骂道 没听我儿子说他饿了吗 搞快点 我忍住骂娘的冲动继续做饭 做完之后 我正要坐下来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却被陈远他妈一把拽起来 我疑惑地眨眨眼 阿姨 您这是干嘛 陈远他妈理直气壮道 我们这边女的不能上桌吃饭 你去厨房吃 我真诚地发问 您不是女的吗 说起这个 他把头抬得高高的 声音里带着满满的自豪 我给老陈家生了两个大胖儿子 积成香火 你什么贡献都没有 能和我比吗 我没有和他炒 镜子加了点菜 放进碗里 随后 我在他志得意满的目光中 抓住木桌边缘 用力一掀 下一秒 木桌倒地 碗叠碎了一地 陈远他妈瞪大眼睛目吼 宋青青 你要死啊 我勾起嘴角 皮笑肉不笑道 不让我上桌吃饭 那就都别吃了 他气得整张脸 胀成猪肝色 扬起巴掌 就要往我脸上扇 陈远和他弟陈海 一左一右地拦住他 一个劝他消消火 一个说打不得 奇怪 为什么他弟瞧着 比起陈远还要着急 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陈远他妈冷静下来了 开始CPU 你家条件一般 脾气又差 工资还没多少钱 小远不一样 毕业两年就升职了 按理来说 你是配不上他的 我想知道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假装配合 您是怎么想的 他以为拿捏住了我 就把计划说了出来 如果你把房子过户给小海 我就勉强地同意你 和小远的婚事 哼 原来是盯上我的房子了 我吃笑了声 阿姨 谁说我一定要和陈远结婚了 他急了 声音尖利 开始威胁你不愿意 那我就让大家知道 你是小远用过的二手货 我没理他 把目光投向陈远 看在两年感情的份上 我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处理这件事 可惜 陈远让我失望了 他躲开我的视线 摆出一副没听到的姿态 我拉起行李箱就走 他们一家动作默契地挡在门口 不让我出去 我冷笑了声 陈远 我刚才已经和梦梦说了 今晚见不到我 就去报警 他慌了 但还是不死心 试图劝我 你就非得把事情闹得那么僵吗 我不想听他废话 赶紧让开 否则你们一家三口 都得去警察局 陈远历尽千辛万苦地 才离开这个村子 要是档案留下污点 他这些年的努力 可就白费了 果然 他不情不愿地 让了条路出来 回到家 我马上发消息 和陈远提了分手 他不愿意 打了好几个电话过来 我都当作没看见 闭上眼睛睡觉 第二天 我去公司削假 回来却发现 房子被人侵占了 我托人定制的意大利 手工皮革沙发 正被陈远他妈 用脏兮兮地脚踩着 陈海赤裸着上半身 歪在一旁 脚边躺着十几个红酒瓶 人已经喝得醉醺醺的 看见我回来 他晃了晃手里的钥匙 得意洋洋地掀起嘴角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认出那是我给陈远的钥匙 我心中的怒火蹭的一下冒了出来 亏我觉得他是个体面人 分手也不会闹得太难看 谁承想 他竟然玩纠战雀巢这套 我举起手机 一边录视频 一边警告 你们再不出去 我就报警了 陈远他妈一溜烟地跑到走廊 挨家挨户地敲门 等到所有邻居都探出头来 他就躺在地上哭嚎 大家快来看啊 我家这个儿媳妇的心 实在是太黑了 我不过是带着小儿子 过来住几天 他就要报警赶我们出去 这明明是我家的房子 邻居们炸开锅了 一个个地对我指指点点 人不可貌相啊 这姑娘长得白白净净的 心怎么那么黑呢 房子又不是他出钱买的 凭什么赶婆婆走啊 摊上这种儿媳妇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我抱兄冷笑 阿姨 这房子是我爸妈买给我的 和你家有什么关系啊 陈远他妈哭声一顿 理所当然道 你都要和小远结婚了 你的就是我们家的 有什么问题吗 邻居们傻了 纷纷闭上了嘴 合着这是倒霉姑娘 碰上奇葩婆婆了 这时陈远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 发现他妈躺在地上 他马上责备我 宋青青 我妈好歹是你的长辈 你就不能让着他点吗 我翻了个白眼 你真好笑 我们都分手了 他算我哪门子长辈 陈远大吼 分手这事我没同意 我不想浪费时间在吵架上 直接通知 限你们三分钟之内离开 否则我就报警 看我态度这么强硬 他就怂了 他妈不愿意走 打算一直在这儿躺着 母子俩拉扯的时候 他妈一不小心闪了老腰 我瞧瞧在心里说了句 活该 闹剧结束 我嫌这套房子晦气 决定搬去闺蜜杨梦那里住一段时间 一见面 他马上搂住我的肩膀吐槽 我早就说过陈远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还不信 我叹了口气 这不是看走眼了吗 杨梦翻了个白眼 义愤田英道 狗屁人好 他明明是看中你的房子 得亏你还长了点心眼 没把你家真实情况告诉他 我柔柔秃秃直跳的太阳穴 别说他了 一想到他妈和他弟我就恶心 一觉醒来 又是打工的一天 花了两个小时干完活 我就如往常一样摸起了鱼 群里蹦出消息 集团太子爷留学归来 今天就要上任总裁 我对这个兴趣不大 就退出去 悄悄地玩起小游戏 下了班 我走出公司 正准备去便利店买点零食回家 就被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陈远拦住 我人妈了 发现陈远藏在眼底的怨气 我下意识地后退两步 他一把拽住我 姿态放得很低 轻轻 不分手好不好 我试图抽出胳膊 可是男女力量过于悬殊 我根本挣脱 不开智骨 实在没办法了 我只能口头警告 不好 你在这样死缠烂打 我就要报警了 陈远咬咬牙 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我妈和我弟只是过来住几天 你没必要因为这个和我分手吧 吃瓜群众一片哗然 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不对劲 感觉舆论形势不妙 我直接揭开他那层遮羞布 从你和你妈他们一起算计我的房子开始 你就应该预料到这个结局 我又不是冤大头 陈远试图辩解 我那不是和你商量吗 我假意附和 实则嘲讽 啊对对对 你只是给了钥匙 让他们跑到我家赖着不走而已 众人鄙夷的对象变成了他 直至点点的声音接二连三地袭来 他的脸色也越来越糟糕 过了一会儿 他恶狠狠地瞪着我 宋青青 你确定要分手吗 我毫不犹豫答道 确定 陈远文言 一改刚才扶低做小的姿态 开始攻击 我们在一起两年 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 分手之后 你可就嫁不出去了 我直接对回去 大哥 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 你是哪个朝代来的老古董啊 陈远发现说不过我 恼羞成怒之下 他就想强行把我拽走 这时 陈远突然被人一脚踹开 我正了正 回头才发现那位好心人 格外眼熟 深邃狭长的丹凤眼 配上右边眉峰上的小致 好像曾经住在我家隔壁的哥哥 在我恍神之际 陈远已经从地上爬起来 指着人家破口大骂 你家是住在海边的吗 情侣之间吵个架都要管 好心人没搭理他 而是往我这边瞥了一眼 你和他是情侣 我下意识地否认 不是 我们在不久前分手了 他微微汗手 这小表情实在和那个哥哥太像了 我一时没忍住 试探性道 贺兴兰 他挑了挑眉 语气多了些许不满 长大了 哥哥也不叫了 我一张嘴张成欧自行 半赏才一脸不好意思道 真是你啊 兴兰哥哥 小时候 爸妈工作很忙 我经常会跑去隔壁蹭吃蹭喝 一来二去 我就和贺兴兰混熟了 后来他家生意越做越大 在我十二岁那年搬走了 我们从此失去联系 本以为这辈子没机会见面了 谁承认想 我们竟然还有重逢的一天 贺兴兰仿佛从没和我分开过 语气还像小时候那样熟人 走吧 带你去吃饭 我的脑子还没来得及思考 嘴就先一步硬下来 好 至于陈远 早在我们俩聊天的时候 被贺兴兰的保镖 一左一右地嫁走了 去到一家私房菜馆 贺兴兰递了菜单过来 示意我先点 我不由地想起 每次我和陈远出去吃饭 他都会抢先把菜点好 最后再以不要浪费为由 让我不要再点其他菜 我不挑食 倒也没有因为这事生过气 现在有了对比 我才明白陈远根本不是体贴 而是控制欲过剩 再想想他纠缠不休的架势 我总觉得他不会善罢甘休 很快的 短信提示音响了 低头一看 是个陌生号码发来的 内容不堪入目 宋清清 亏我以前还觉得你老实 没想到你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你们俩是不是早就背着我发生关系了 不想身败名利 你就把云景华亭那套房子 过户给我递 笑死人了 我又没做见不得人的事情 为什么会身败名列 我把这个号码拉黑 还在心里把陈远全家上下问候了个遍 想到今天刚和贺兴兰重逢 我不好在他面前失态 就努力地控制表情 结果他还是察觉到了 清清 刚才那个男人又来纠缠你了 我摸摸脸 有这么明显吗 贺兴兰轻轻地扣了两下桌面 又问 介意和我说说前因后果吗 如果是在小时候 不等他问我就说了 但是这么多年没见 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 贺兴兰忽然来了剧 怪我 这些年在国外读书 没能早点联系你 都生分了 我这人向来是吃软不吃硬 他说得这么可怜 我都不好意思拒绝了 于是我就硬着头皮 从陈远他妈给我立规矩 再到他弟结婚 要我给房子 一口气全说了 贺兴兰沉默片刻 用指腹轻轻地扣了两下桌面 你怎么会和这样的人谈恋爱 这已经是第二个 问我类似问题的人了 其实 我倒也没有那么喜欢陈远 当时会答应他的追求 是因为他人看着不错 现在想想 还不如一直担着呢 贺兴兰还在等我的答案 我抠了抠指甲边缘的死皮 硬着头皮回答 少不更事 吃过晚饭 我又收到陈远换了个号码发来的短信 不过 这次不只是放狠话了 他要我还钱 一个吃我的 助我的软饭男 竟然敢要我还钱 我被他搞得都没脾气了 只觉得特别可笑 打开邮箱 一封清单躺在里面 我随意地扫了两眼 视线被二百块的水费吸引过去 妈了 我洗澡不过五分钟 陈远他妈就急吼吼地把水关了 竟然还要收我两百块钱 明明可以直接抢 却让我洗了个澡 我真是谢谢你们哈 或许是我的怨念太重 正在开车的贺兴兰都注意到了 等待红灯期间 他主动地询问 需要帮忙吗 我摇摇头 不过是几个跳梁小丑罢了 我可以解决的 他似乎很不放心 被我拒绝 还是特意叮嘱 有需要 一定要和我说 不要自己硬抗 知道吗 我被他郑重其事的样子逗笑了 我今年二十六岁 不是六岁 OK 贺兴兰摸摸我的脑袋 一本正经强调 不管你今年多少岁 在我心里 永远是那个需要照顾的小朋友 我别过头 遮盖住眼中的慌乱 你别这样 我会误会的 他的直球打过来 你没有误会 我惊得倒吸一口凉气 仿佛被人卡住喉咙的鸭子 久久说不出话来 在我眼里 贺兴兰应该喜欢那种 飒爽俐落的女强人才对 而我这种胸无大志的咸鱼 是他首要排除的对象 万万没想到 他竟然喜欢我 这简直比太阳打西边出来 还要让人震惊 我不知道怎么回复 干脆装死 到了单元楼下 我下意识地想要逃跑 却被喊住 等等 我动作僵硬地回过头问 有事 贺兴兰清了清嗓子 面上浮现夜色 都掩盖不住的薄红 明天下班之后 一起吃饭 顶着这道充满期待的目光 我和他互换了微信 病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行吧 回到家里 我发现自己心乱了 连忙打开电脑 计算这些年花在 陈远身上的钱 我送他的东西 全是大牌 乱七八糟地加在一起 花了大概有二十万 再看看他在我身上花的 东批西凑财两万块钱 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脸 和我算账 做好表格 我连同付款截图 一并打包发过去 十分期待他的回复 然而陈远那边久久没有动静 直到第二天 他才乍失事地冒出来 宋青青 没想到你这么物质 是我看错你了 我一边冷笑 一边回复 不是你先要和我算钱的吗 陈远没在吭声 二十万要是能买个清净 我就捏着鼻子忍了 结果下午的时候 做我旁边的同事戳了戳我 青青 你要卖家具 上次去你家 看到这套茶几挺特别的 要不你卖给我 什么东西 见我一脸疑惑 他拿出手机递给我 我一看 差点没弃绝过去 这是一个闲置群的页面 群里一个账号 正在不停地发着闲置消息 我一眼就认出了 群里照片的背景 就是我家 双开柜大冰箱 现在五百 谁要 三千七百买的一手新床 现在急售一千三百 去你的 这颗张床 可是我表姐送我的手工定制花梨木床 国外运回来的 光运费就不止三千七百 更恶心人的是 我去年双十一臀的纸巾 都没能幸免于难 新香印卫生纸 为开封 一提八包 五元 上门自提 而且自从上次他们来闹 我叫了换锁师傅 刚换了锁 他们是怎么进去的 我气得浑身发抖 同事见我脸色不对 问我怎么回事 我随意地应付完同事 就开始思考 如何处理这件事 可我还没想出个章程 陈远又来了信息 送清清 吃顿散伙饭吧 为这两年的感情画上句号 如果没有卖家具那事 我或许会相信 现在嘛 陈远嘴里的每一个字 我是一点都不相信 我压下心里的怒气 想看看 他到底想搞什么幺蛾子 还是上了他的车 随着时间推移 我发现地势越来越偏僻 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考虑到男女力量悬殊 我不好和陈远起正面冲突 只能装作不知道 刚开始 陈远还会盯着我 后来发现我没有异样 就放松警惕了 借此机会 我试图发送求救信息 却发现根本发不出去 看来陈远在车上 装了信号屏蔽器 我的心凉了半截 同时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希望我失约了 贺兴兰能察觉到不对劲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 车停在一座废弃的仓库前面 这时 陈远终于露出 她丑恶的嘴脸 宋清清 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你现在答应 把房子过户给我递 再给我两百万 我就让你少吃点苦头 我拧着眉 真诚地发问 陈远 囚禁他人是犯法的 你就不怕我报警吗 她大笑了几声 嘴角得意的弧度 怎么都压不住 我查过了 只要你没受到明显伤害 我咬死情侣之间闹着玩的 他们就会觉得 这是家事 顶破天 不过给个口头警告 我的心彻底地凉了 我的心彻底地凉了 他一脚踹开铁锈横生的铁门 把我拽下车 推着我往里面走 来到新环境 我下意识地环顾四周 他注意到这个动作 扬扬得意地说了句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你就别想着逃跑了 我不吭声 他继续道 你就是没吃过苦头 才会这么硬气 喋喋不休地说了一通 他发现我不搭枪 不免恼羞成怒 但我不担心 毕竟他还有求于我 如我所料 陈远没有冲我发泄怒气 只是默默地平复心情 末了 他从包里掏出房屋转让协议书 在我面前使劲地晃了几下 什么时候签字 我就什么时候放你回去 我继续保持沉默 陈远又生气了 互不搭理过了好久 他开始吃起了晚饭 吃两口 他就往我这偏一眼 似乎是想看看 我能坚持多久 我从小胃不好 一饿就会痛 在一起两年 陈远当然知道 我有这个毛病 所以才会故意不给我饭吃 过了饭点 我的肚子咕咕作响 熟悉的疼痛感开始冒出来 渐渐地 疼痛感越来越强 我咬着唇 整个人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 偏偏这时 耳边还响起 陈远讨人厌的声音 签字吧 这样就能少遭点罪 我深吸了口气 准备用尽全身力气 也要骂他两句的时候 砰的一声响起 强光穿过仓库门打进来 刺激得我忍不住 眯起眼睛 我还没适应过来 就听见陈远 发出凄厉的惨叫 同一时间 我落进一个宽阔 温暖的怀抱 还有股从未闻过的淡香 抬起头 是贺星兰 比我人生规划 还要清晰的下河线 视线稍微上移 是他蕴含满满担心的眼眸 目光相接 他抱住我的力度 又大了几分 声音带上明显的颤抖 抱歉 是我来晚了 我勉强地挤出笑容 没事 我就是饿得有点胃疼 他听完连忙抱我上车 翻出糕点 给我垫肚子 路上 我仔细地回想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点 刚开始 陈远只是惦记我的房子 今天竟然还要求再加两百万 要知道 陈远身为珠宝设计师 月收入可不低 他为什么会缺钱到这种程度 直觉告诉我 里边肯定有大秘密 正好 他卖我家具 还仗着清官难断家务史囚禁我 我要是查出点其他的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送他进去了 脸著思绪 我扯了扯他的衣袖 小声地商量 你别急着对付陈远 我想先查查他 贺兴兰皱起眉头 显然不赞同我这个方式 他神色淡淡地扫了一眼过来 眼神仿佛在问 你是不是还对陈远于情未了 我有些无奈 那这性子和他解释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就是觉得他不太对劲 贺兴兰眼底出现些许松动 不过他还是没吭声 我在接再厉道 我现在去报警 只要他咬死是情侣纠纷 顶多只是受到口头警告 可我要是查出其中的猫腻 再好好地运用 情形就会截然不同 这还是你以前教我的 对付敌人 要在能够保证 一击必重的情况下再出手 贺兴兰沉思片刻 松口了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为了避免 今天的情况再次发生 在没有解决他之前 我要派人保护你的安全 想起他刚找到我的时候 慌的声音都在颤抖 挺可怜的 我就没有拒绝 好 回到市区 贺兴兰直接带我去觅食 考虑到我刚犯了胃病 他特意找了一家 专门做粥的店铺 等菜期间 我发现他下河线崩得紧紧的 整个人还是属于紧张状态 就拍拍他的小臂安抚 我已经安全回来了 贺兴兰转过头 神色还是有些不宁 以后不要再做这么冒险的事了 我不想让他在丹惊兽怕下去 连声硬道 好好好 吃过迟来的晚饭 他开车送我回家 路上 我闲着无聊 就用超能力找了几个人 调查陈远一家的事情 我洗碗澡出来 想到今天发生的糟心事 决定请两天假 正当我要给领导发消息的时候 贺兴兰的消息 抢先一步蹦出来 给你批了价 你这个星期就在家好好休息 我正了正 忽然发现自己 好像遗漏了什么重要信息 灵光闪过脑子那一刻 我急忙地打开公司摸鱼群 搜索太子爷三个字 后面几条果然提到贺兴兰的名字 好家伙 原来世界五百强的集团太子爷 就在我身边啊 我暗暗折舌 但这份惊讶没有持续多久 于我而言 无论他是什么身份 都是那个照顾我好几年的林家哥哥 回了个谢谢 我就放下手机睡了 第二天 我还在梦境里肆意地遨游的时候 忽然被一阵哐当的声音惊醒 我以为出大事了 火急火燎地 他拉着拖鞋跑出去外面 一开门 我就和贺兴兰对视上了 他眼里透出歉意 抱歉 还是吵醒你了 贴见工人师傅 正往隔壁那套房子搬东西 我一脸惊讶到 你要搬过来住吗 贺兴兰汉手 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对 我想更好地照顾你 这话勾起了我小时候的回忆 讲真 我有那么几秒钟心动了 但是理智让我很快地冷静下来 显而易见 现在并不是开启新感情的好时机 至少要等我处理好上一段关系 在我沉思之际 贺兴兰突然揉揉我的头发 等我两分钟 我点点头 目送他进了电梯里面 当电梯门再次打开的时候 他手上多了个石盒 四目相对 他把石盒塞给我 柔声地叮嘱 既然醒了 就去吃早饭吧 倒过谢 我就走了 掀开石盒盖子 里面是我喜欢的皮蛋瘦肉粥 还有几叠小菜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 贺兴兰竟然还记得我的喜好 我勾起嘴角 正想坐下吃个早餐 手机响了 打开一看 陈远那边有消息了 原来陈远算计我的房子 是因为陈海搞大了人家的肚子 如果是一般人 他们家可能就不管了 偏偏这个老张家的姑娘 大有来头 人家亲爹是村长 陈家如果不负责任 就别想在村子里待了 搞不好祖坟和祖宅 都得迁走 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 真闹到这种地步 肯定会被大家指指点点 陈家没办法 对于老张家 要在城里置办一套婚房的要求 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他们家一穷二白 买不起房 所以打起了我的主意 后来要的两百万 就更有意思了 陈海上学的时候 每天不是逃课 就是在学校打架斗殴 渐渐地 他发展成和社会人士勾结 一起勒索同学 学校知道这事 就把他开除了 离开学校后 他没有换个地方上学 也没有出去工作 整天偷鸡摸狗 还染上赌博的恶习 前段时间 陈海又跑去赌场潇洒了 口袋里一分钱没有 还欠下将近两百万的赌债 前几天 赌场的人已经找上门一次 陈远急了 才会铤而走险地囚禁我 逼迫我给他转钱 我以前对他太好了 他可能觉得 事后来我这里卖惨一番 我就不会报警了 实际上 我这人懒是懒了点 但是有仇必报 回想昨晚疼得浑身冒冷汗的经历 我冷笑了声 决定送个小礼物给他们 周六那天 我把陈远一家现在的位置 透露给赌场那边 不得不说 赌场的人效率真高 消息刚放出去 他们马上带人赶过来 我生怕错过这场好戏 急忙开车前往陈远 临时租的房子 几个保镖怕我发生意外 无论如何都要跟着 没办法 我只能带上他们 去到那里 我忽然想要一件重要的事情 陈远家住在六楼 我想吃上现场瓜 就得上去 可是这样我肯定会暴露的 但是让我放弃 我又不甘心 来都来了 怎么着都得吃上几口瓜吧 想到最近很火的成熟装扮 我马上跑去附近的市场 买了一顶银色假发 还有碎花铺满一身的 暗红色睡衣 戴上口罩和帽子 再穿上厚厚的棉鞋 绝了 这身打扮别说陈远 估计连我妈都认不出来了 做好伪装 我就安心地等着赌场的人出现 大约过了四十分钟 一辆大型面包车 闯入我的视线范围 车停下 几个彪形大汉 陆陆续续地跳下来 目送他们进了单元楼 我拎着临时买来的菜篮子 特意间隔几分钟 才跟上去 这个小区属于老式居民楼 没有电梯 等我走到六楼 好戏已经开场了 今天大家都在休息 吃瓜群众格外多 我混在人群里 并不会突兀 此时 陈远他妈正扯着嗓子哭天枪地 你们这些杀千刀的 赶紧放开我儿子 领头人怒吼 再哭我就剁了他的小拇指 他顿时没了声音 至于陈海 突然哆嗦了几下 身下蔓延出一滩黄色水迹 陈远一边磕头 一边祈求 麻烦你们再通融三天 我一定想办法把钱凑齐 领头人很是不爽 上次你就说三天 现在还要三天 他满口保证 这次绝对是真的 双方僵持了几分钟 领头人放出狠话 行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三天后 我要是还见不到钱 后果自负 赌场的人走后 陈远瘫坐在地 注意到他脸上就伤未愈 又添心伤 我悄悄地勾起嘴角 开胃小菜就让他这样狼狈 真是太爽了 我很期待 他要怎么凑够这两百万 安排好人盯着这边 我就溜了 路上 我想到贺兴兰挺能唠叨的 特意地交代保镖 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们贺总 他们齐刷刷地应了声 好的 我以为稳了 开心地哼起小曲儿 结果我一回到家 就被贺兴兰逮个正着 对视了几秒 我心虚地低下头 盯着脚尖询问 你怎么没去上班 贺兴兰轻哼了声 表情和以前逮到我干坏事的时候 一模一样 去哪儿了 我知道蒙混过关的概率不大 但还是想挣扎一下 就 就去外面瞎逛了会儿 他笑了 落在我身上的目光 多了几分危险 瞎逛逛到前任家去了 我小声地嘀咕 你这样好像吃醋啊 本以为他听不见 没想到他那么耳奸 还承认了 大胆点 把好像两个字去掉 我傻了 下意识地想要跑路 结果还没行动 胳膊就先被贺兴兰一把拽住 他用另一只手捧住我的脸 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 轻轻 你是怎么想的 我慌得垂下眼 话都说得磕磕巴巴的 再 再说 我们就这样僵持住了 气氛也随着时间推移 变得愈发微妙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听见他悠悠地叹了口气 出于好奇 我偷偷地瞄了一眼 才发现他好像有点受伤 愧疚感如同潮水将我淹没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想先把陈远解决了 得到想要的答案 贺兴兰松开我的胳膊 一改刚才腿迷的姿态 好 我等你 过了几天 盯着陈远的人发来消息 说他莫名其妙地还清了他弟的赌债 我一脸问好 陈远这笔钱是哪里来的 总不能是天上掉馅饼吧 还得再查 可这次怎么都查不到那笔钱的来源 晚上 我把陈远能接触到的渠道列在纸上 思来想去 我决定先从公司这边查起 第二天 我跑去财务部找到总监 冲他露出甜甜的笑容 学姐 帮我个忙呗 财务总监是我的学姐 大学那会儿 我们私交就很不错 他入了两下我的脸颊 什么忙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他说了 特意地叮嘱 偷偷地调查 他点点头 放心 我有数 我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 这一查 果真查出来了 没想到他居然有胆子敢干这种事 学姐告诉我 仓库那边有几条钻石项链被调包了 正对着那里的监控还坏掉了 巧合到这种程度 不用查都知道是内贼 我拿着证据去到总裁办公室 试探性地问道 按照职务侵占罪的量刑标准 财产损失高达一千万 就能判十三至十五年有期徒刑 我想让他多蹲几年 你能不能暂时装作不知道这事 至于损失的钱 我会全部赔给你的 贺兴兰有些无奈 你想做什么就放心大胆地去做 我不用你赔钱 我用力地点点头 眼眶因为感动微微发热 小时候我每次干了坏事 都是贺兴兰给我兜底 这么多年过去 他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离开办公室 我想了想 带着助理直奔仓库 调包这事 有一就有二 陈远肯定还会再来 为了拿到直接证据 我交代助理 在仓库每个隐蔽的角落 都装上摄像头 陈远下次再来 就能录下作案的整个过程 装好之后 需要做的就是等了 第一个星期 陈远没来 我以为自己失算了 在我准备另想办法的时候 他猝不及防地出现在镜头面前 调包完毕 他就走了 一秒钟都没多待 他本身就是公司的设计师 难怪上次没人察觉端倪 我根据同系列 其他款式的价格推测 这次保守估计在四百万 算上前面的两百万 总共六百万 再来一次 就可以送他进去 蹲十几年了 收好监控视频 我怀揣着这份期待 进入梦乡 第二天 我前脚踏进公司 后脚就发现大家的眼神不太对 我仔细地观察了下 大部分是好奇 偶尔有几个鄙夷 直觉告诉我 陈远那个狗东西搞事情了 果然 我一进办公室 就见他像大爷一样 坐在我的工位上 还随意地翻我东西 这里人多 我不需 快步地走过去喝道 赶紧放下你的狗爪子 陈远没理我 静自起身 在我难闷他要做什么的时候 他从包里掏出二十达人民币 摔在我的桌上 四目相对 他冷笑了声 分手费 点清楚 众人议论纷纷 不是有人说 宋清清攀上太子爷了吗 他怎么还问 陈远要分手费啊 不能吧 太子爷又不是接盘侠 陈远太可怜了 摊上宋清清这样的前女友 感觉舆论又要往他那边倾斜 我用同事电脑打印出清单 给吃瓜群众发了几张 我才再次开口 大哥 你把话说得那么硬气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二十万白给呢 这明明是你欠我的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好吗 还有 是你先要和我算账的 聊天记录我都还存着呢 你 你什么你呀 我不想再听他废话 干脆打断 陈远气急败坏地撂下狠话 希望下班的时候 你还像现在这样硬气 我既无语又好气 陈远究竟哪来的底气呀 调包两次都没被发现 挑了是吧 为了给他制造一点紧张感 我决定让助理搞个抽查 时间定在下周三 相信陈远知道这个消息 肯定会急得团团转 想起吃瓜群众刚才说的帖子 我急忙登上公司论坛 好家伙 陈远竟然在这公然内喊我 把我塑造成指认前的物质败金女 不过还没等我辟谣 就有人在评论区贴了我打印的清单出来 大家纷纷下场嘲讽陈远软饭硬吃 我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 就从论坛退出来 干活去了 不知不觉间 一天过去 贺兴兰要加班 让我自己先回家 我的小破车送去保养了 只能打车回去 走到路边 我正要点进支付宝打车 就见一辆崭新的马沙拉蒂 缓缓地驶来 最终 她停在我的脊部远处 我扫了一眼车牌号 没见过 应该不是我的朋友 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车窗降下 沉远地脸露出来 她故意敲了两下方向盘 吸引我的目光 我不为所动 她干脆推开车门下来 以在车前炫耀 马沙拉蒂 全款一百多万 按你现在的工资 打一辈子工都买不起 我撇撇嘴 不以为意地回了句 只要我想 随时都能买得起 她一脸不屑道 除非你把那套房子卖了 这优越感让我很不爽 真不知道 她有什么好神器的 又不是自己挣的钱 我翻了个白眼 装作不经意间提起 听说上边要抽查仓库 时间就定在下周三呢 陈远眼中闪过一抹慌乱 我想着好戏还不是开场的时候 没吱声 不过能让陈远担惊受怕 几天也好 省得她飘了 整天跑来我面前刷存在感 周末 我闲着无聊打开朋友圈 从大学朋友那里得知 陈远官宣了 对象是一个材料商的女儿 刘沛 其实 在我们还没分手的时候 我就知道她的存在 她是陈远的追求者 准确地说是舔狗 至于陈远为什么没抛弃我 选择和她在一起 是因为她长得实在是太淳朴了 黑胖黑胖的 脸颊带着两坨高圆红 用陈远的原话来说 刘沛长得简直不堪入目 她就是死 也不会答应她 现在我很想问问她 脸疼不疼 其实 我大概能猜出她 自打脸的原因 八成是担心东窗事发 自己填不上几百万的巨额窟 要找个能给她兜底的人 而刘沛家有钱 又是对她百依百顺的填狗 再也找不出 比刘沛更合适的了 但是转念一想 陈远想要打入 上层社会的圈子 没钱肯定不行 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 只要这次仓库抽查 能够蒙混过关 她就会顾忌重施 本来我还在愁没有契机 结果陈远这个狗东西 自动地送上门来了 自寻死路 老天爷都拦不住 到了抽查那天 我交代助理那边 动静尽量搞得大一点 当然 吊包这事得先藏着 欲让其亡 必使其狂 公布消息的时候 我特意绕到设计部那边 想看看当事人的反应 如我所料 陈远周身都在散发着 得意的气息 他这意气风发的样子 比起古时候 打马游街的壮业狼 还要夸张 我在心里冷笑 暂且让你高兴几天 这时 陈远突然抬头 看见我 她三步并坐两步地走过来 自信满满问道 宋青青 你今天过来找我 是不是后悔和我分手了 我还没开口 她又道 后悔也没用 我和刘沛在一起了 得 我就不应该在这听她废话 我翻了个巨大的白眼 火速地回了办公室 临近中午 贺兴兰照常发来消息询问 今天想吃什么 我在陈远那里受了气 心情不太好 随意地回了两个字 都行 吃饭的时候 我都念哒哒的 突然间 眼前多出一根草莓味的棒棒糖 我眨眨眼睛 抬头看向贺兴兰 她晃了晃棒棒糖 倾笑道 给你的小礼物 这句话勾起了我多年前的回忆 小时候 我一不开心 她就会买棒棒糖哄我 没想到长大之后 她还用这招 我抿了抿唇 小声地吐槽 兴兰哥哥 你好土 贺兴兰不以为意 有用就行 接过棒棒糖 我拨开包装 塞进嘴里 酸酸甜甜的味道 一下在我嘴里蔓延开来 没过多久 堵在我心口的那股火气 就不见踪影了 得益于这根棒棒糖 我整个下午都很开心 扬起的嘴角 就没放下来过 可惜 这份好心情 只维持到下班 就被两位不速之客 打破了 刘沛气势汹汹地宣誓主权 陈远现在是我的男朋友 请你离他远点 我吃笑了声 对回去 刘小姐 但凡你去调查过 就会发现 自从我和陈远分手 一直都是 他缠着我不放 他恶狠狠地瞪着我 你说谎 今天上午 明明是你先去找他的 天知道 我只是想去看看 狗东西的反应 这样好保证 下一步计划顺利地进行 谁承想 陈远竟然觉得 我对他余情未了 还和刘沛说了 我甚至能想象出 他是怎样炫耀的 胃里一阵翻涌 我恶心地 隔夜饭都要吐出来 这份沉默落在刘沛眼里 让他自动地理解成我 心虚到无法反驳 他仰起下巴 指着我的鼻子警告 宋青青 说你不该有的心思 否则 我就让你在夜内混不下去 末了 他踩着高跟鞋 大摇大摆地走了 仿佛一只斗圣的公鸡 我人妈了 大姐 我真没捡垃圾的习惯 莫名其妙地背了口黑锅 我白眼都要翻出天际了 第二天中午 令人更无语的事情发生了 贺兴兰出去和人谈判 我一个人去食堂吃饭 刚坐下 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就见陈远拉着刘沛坐在我的隔壁 两人全程当作不存在 又是夹菜 又是擦嘴 情到深处 还当着我的面亲了下脸 你们俩有事吗 或许是我的目光太过直白 陈远终于给了我眼神 宋青青 你一个来食堂吃饭啊 我想阴阳怪气地对她两句 却被刘沛抢了先 没有人 陪真的好惨哦 显而易见 他们是故意来隔应我的 无事才是最好的办法 果然 刘沛没过多久 就觉得没意思 她又嫌食堂饭菜难吃 走了 陈远急忙追上去 吃完饭 我想回办公室午休 却被陈远拦在半路 四目相对 陈远装作不经意道 再过十天 就是她爸的六十大寿 她让我一起回去 我挑了挑眉 然后呢 或许是我的反应太冷淡 她不装了 我会和她结婚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看在你这张脸 长得不错的份上 我给你个攀高枝的机会 当我的地下情人 一个月给你五万 怎么样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不怎么样 还有 你就这么确定 她爸不会反对 陈远表情将注 我更起劲了 退一万步说 就算她爸不反对 但以你们两家的条件 她八成会让你入赘 从见家长那件事 我就瞧出来了 他们老陈家 自带优越感 要是让她入赘 估计比直接杀了她 还要难受 看见陈远脸色 清白交加 明显地是憋屈的 我爽爆了 晚上 我回到家 照常打开监控软件 一边追剧 一边盯着仓库那边 刷完今天更新的两集 我起身打了个 大大的哈欠 准备洗完澡 就去睡觉 在我合上 iPad前一秒 镜头面前 忽然出现陈远的身影 有了前两次的经验 这次她更加随意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是回自己家了呢 我算了算 她这次调包的东西 总价值在八百万左右 加上前面的六百万 真是太行了 不过 我要想送她进去 还得先把刘佩 这个大麻烦解决了 要是她给陈远兜底 我不就白忙活一个月了吗 想到她让我当地下情人这事 我合理怀疑 她是受不了刘佩那张脸了 要找其他人缓解一下 沿着这条线索深挖 说不定会有好东西 于是我让人盯紧尘远 过了几天 我就收到她和实习生 搞在一起的消息 拿到这份证据 我直奔总裁办公室 为了避免贺兴兰不知道 刘佩她爸是谁的尴尬 我特意地和她说了名字 才问 你能不能带我去参加 她的六十大寿 她坐到我身旁 一边给我倒茶 一边调侃 终于要反击了 我小鸡着米式地点点头 没错 寿宴现场 我和贺兴兰并肩走进去 几个员工跟在后面 他们是出了名的八卦小能手 陈远不是喜欢利用舆论对付我吗 那我就以牙还牙 让她进橘子前 先体验一波臭名远扬 在我沉思之际 贺兴兰突然凑到 我耳边问 一起过去打个招呼 我最烦交际应酬 投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不要 她倒也没逼我 只是颇为无奈地看着我 随你 临走前 她像是要去办事情的家长 叮嘱自家小朋友 不要乱跑 乖乖地等我回来 我冲她做了个鬼脸 知道了 贺叔叔 她回头捏了一下我的鼻子 调皮 目送贺兴兰进了人堆 我拿起两块小蛋糕 随便地找了个角落坐下 不巧 在我准备开动的时候 陈远不知道从哪冒出来 她俯视着我 还没嫁入豪门 就有高高在上那味儿了 宋青青 你怎么混进来的 我指了指贺丽鸡群的贺兴兰 一脸无辜 我跟着太子爷光明正大的进来的 陈远沉下脸 眼底隐隐约约地有火光在跳跃 说话也阴阳怪气的 难怪你不愿意跟我 原来是抱上金大腿了 我懒得理她 自己思想肮脏 就觉得别人和她一样 贴见陈远嘴唇动了几下 明显的还要再说 我干脆去找贺兴兰 有这位大佬在身边 牛鬼蛇神就会自动地退避三射 他看见我 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小祖宗 你不是说了不来吗 我鼓了鼓腮帮子 小声地吐槽 狗皮膏药太烦人了 突然间一道略显苍老的声音插进来 贺总 这位小姐是 贺兴兰直言不讳 我未来的妻子 大家全都惊待 我尴尬的脚趾头疯狂地蜷缩 干脆拽着她跑了 很快的 寿宴正式开始 我打开微信 助理几分钟前发来消息 表示一切都准备好了 刘佩她爸上台致辞 至于陈远 也混到台上去了 我打听了一下 原来她送了个贼贵的贺礼 看来第三次掉包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呀 等到刘佩她爸介绍陈远的时候 我发消息提醒助理 可以开始了 下一秒 她和实习生接吻的视频 出现在大屏幕上 这段视频 犹如一个响亮的巴掌 落在刘佩和她爸的脸上 两人脸色全都黑得堪比锅底 刘佩年纪轻 没有她爸沉得住气 而且舔狗反噬起来 比起一般人厉害多了 她完全不给陈远面子 当众揪住她的衣领质问 你竟然敢背着我乱搞 陈远硬着头皮解释 佩佩 视频里的人不是我 你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骗了 刘佩正住 脸色稍微好看了些 真的 陈远感觉有戏 忙不迭道 当然是真的 眼看刘佩就要相信了 视频里飘出一句 陈远哥哥显然 陈远撒谎了 她气得眼眶通红 反手给了陈远两巴掌 歇斯底里吼道 你这个建议思迁的负心汉 或许是无法接受感情背后的欺骗 刘佩哭着跑下台 陈远想去追 却被刘佩她爸派人拦住 她拍了两下陈远的肩膀 开口压迫感十足 闹成这样 你不打算给我们家一个胶带吗 陈远咽了咽口水 颤颤巍巍的保证 绝对没有下次了 刘佩她爸皮笑肉不笑道 说得比唱得好听 难怪能把佩佩迷得团团转 两人在台上僵持不下 我知道 这时候应该轮到我出场了 起身理了李裙摆上的褶皱 我姿态优雅地走上台 陈远看见我 先是愣了几秒 再是指着我恍然大悟道 是你 是你搞的鬼 我拍掉那只手 别激动 好戏都没过半 陈远感觉情况不妙 想要阻止我 我条件反射地往旁边一躲 保镖立马冲上来摁住它 之前收集好的证据 我已经做成一个PPT 首先给大家展示的是 他们一家算计我的房子 我没答应 他妈和他弟试图纠战雀巢 被保安赶出去 后来他们跑去撬锁 把家具等一系列的东西 包括纸巾都放到网上售卖 这些照片一放出来 台下就炸开锅了 讨论声最大的 就是公司那几个八卦小能手 卧槽 陈远这操作真是小到拉屁股 开了眼了 他之前还在论坛声讨宋清清 说人家是指认前的物质拜金女 到底哪来的脸呢 私自卖掉别人的东西 连纸巾都不放过 这种奇葩上下五千年 仅此一家吧 我能听到 陈远当然也能听到 他直接破房了 整张脸仗成猪肝色 冲着台下怒吼 管你们什么事 一群八婆 末了 他又回过头怒视着我 宋清清 我承认这件事做得不妥 但你闹到台前 心思未免太恶毒了吧 我没和他吵 镜子往下滑动几页 停在他非法囚禁 我的证据上 这是贺兴兰那天找我的时候 记录下来的 看见这个 陈远肉眼可见的慌乱起来 我抱胸冷笑 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说 为了那套房子 你把我骗到废弃仓库 我不愿意签下房屋过户协议 你在明知道我为不好的情况下 故意折腾我 得亏贺兴兰来得快 不然我可能会被你活活地饿死 台下一片哗然 陈远脸色越来越难看 最后 他破罐子破摔道 反正你又没受什么大伤 报警也没用 我勾起嘴角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 我只有这些东西吧 陈远努力地克制着慌乱问道 你什么意思 我没有回答 把他用纺制品替换真品的两段视频放出来 随着时间推移 他的脸色一点点地变暗 最终彻底地挥败 铁正如山 他根本狡辩不了 欣赏了一会儿他的狼狈 我慢条思理地开口 现在 你还觉得报警没用吗 我继续补刀 就你吊包的这一千多万 足够你进去蹲个十几年了 陈远愣住 全然不见先前的得意与张扬 过了一会儿 他的眼睛突然睁大 像是想到什么 正当我疑惑不已的时候 他扭过头 拼命地冲着刘沛他爸大喊 叔叔 看在佩佩的面子上 你帮我一次 我一定会好好地报答你的 刘沛他爸笑了 小伙子 我又不是做慈善的 你做什么白日梦呢 最后一丝希望破碎 陈远再也支撑不住 贪坐在地 这时 几个警察从大门走进来 陈先生 我们接到赫氏集团的报警电话 说你利用植物 调包公司的产品进行售卖 涉案金额高达一千万元以上 这已经构成植物侵占罪 请你和我们走一趟 陈远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竟然敢在保镖和警察交接那一刻 猛地推开他们 拔腿往外跑 当然 他没跑掉 从开始到趴下 全程不过一分钟 趁着警察叔叔在场 我又以侵占罪 举报了陈远他妈和他弟 他们售卖的家具 大部分都是定制的 整套加起来 差不多两百万 最后 陈远判了十五年 他妈和他弟一人判了五年 刘佩他爸 估计是怕贺兴兰不高兴 就和他家断了合作 特意把陈远送他的礼物 翻了三倍价钱送回来 我的生活恢复平静 每天打打工 摸摸鱼 临近中午 如果贺兴兰不出去谈事情 就会喊我上去一起吃午饭 傍晚下班的时候 我们隔三差五地会去逛逛超市 买点想吃的菜放在冰箱里 至于水煮 当然是贺兴兰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间 喜欢上他了 可他却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我想问又不好意思 月底公司群里突然发布公告 说是今晚出去聚餐 自愿参与 我想着在家没事 不如出去溜达溜达 去到餐厅 我发现大家都没来 还以为是自己走错了 打开地址对比了一下 没错呀 一个个都跑哪去了 我连跑带走地上了露台 发现这里也没人 就想下楼 这时身后突然响起 贺兴兰的声音 轻轻 我被吓了一跳 愣了几秒 捂着胸口称怪道 大哥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贺兴兰低声地说了句 抱歉 我摆摆手 他们人呢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一脸问号 这时 他从口袋里掏出戒指 单膝下跪 目光相间那一刻 他把戒指递到我面前问道 宋青青小姐 请问你愿意给我一个 共度余生的机会吗 热泪瞬间涌上眼眶 我吸了吸鼻子 伸出手说 愿意 贺兴兰给我戴上戒指后 眼眶微红地搂住我 谢谢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 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